人标提国家队刘欢家新人吴清风歌手2019,你是哪一位? 湖南卫视新一季的歌手,开始录制着首发歌手,在数日前就已经展开发布会进行公布。 神秘嘉宾也终于揭开神秘面纱,从官宣的首发歌手上看。 歌手2019,可谓是大咖云级,神仙打架七位首发,歌坛大老道才华横溢的小鲜肉应有尽有。 刘欢和齐宇应该是这次节目里最有分量的歌手了,名号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刘欢。 在2008年,北京奥运会开幕时尚一曲《我和你唱想国内外》,好汉歌更是传唱几代人这位艺术家式的歌手,就像前几季的《韩红弹经》一样。 被网友们沾两位国家队选手还调侃,这不是来比赛的,这是下乡未未演出。 还有不少人表示,刘欢一出冠军,就定了齐宇的粉丝可就不服气了。 专业主攻人类学的齐宇,却在歌唱事业上,颇有造诣一曲《橄榄树》唱进多少人的心。 歌声像讲故事般唯唯唯到来,她可是人们心中妥妥的女神级人物。 不过,女神可不要像当初齐琴一样,中途退赛才好。 杨坤在《中国新歌声》与刘欢共同担任导师之后,又要在歌手2019迎来再一次的同台,这一对好朋友从导师回归歌手。 很期待,他们会在舞台上擦出怎样的火花老一辈的实力不容小觑。 年轻一代歌手们也身来是汹汹,拿苏达绿修团后,吴清风以个人的姿态重新出道,工作上可是超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自己单曲出了一首,又一首还给别人写歌。 前段时间林一连,蔡依林,蔡建雅同时出新专辑结果,三张专辑都有吴清风写的歌。 还被网友调侃是年底冲业绩,这位自称新人却一点也不新的歌手,会用他的才华在舞台上获得多少人的喜爱呢? 歌声里充满着自由,随性的逃跑计划,也要踏上歌手2019的舞台。 虽然名字是逃跑不过他们的歌,给了许多听众,以信心你们期不期待,乐队会怎么用自己的风格来演绎其他歌曲呢? 获得2007年,星光大道亚军的张欣相信,大部分人其实都不认识粉丝基础辨识度较小。 具体实例,如何也尚未可知,会不会是一匹黑马呢? 神秘嘉宾在正式公布前,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猜测论证,还传言是艾威尔。 神秘面纱保持了那么久,也终于接下了。 神秘嘉宾是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双国级小哥克里斯顿克斯特尔夫,而且,这还是个00后6哦。 先不论实例如何就看这长相小编,纷纷已经看见了一大波的女友粉、姐姐粉和妈妈粉。 歌手2019,与前几季相比赛制发生了一点点新变化。 踢馆歌手由原来的节目,举荆改成了全民举荆的踢馆歌手,和专家举荆踢馆歌手PK。 二选一成为最后的踢馆歌手全民举荆的模式,吸引了颇多热度,但也出现了一些状况。 举荆歌手光则因为票数异常上涨,未暂停了第一轮的投票权最终。 全民举荆的投票胜出者,是摩登兄弟不知道专家推举的踢馆歌手,又会是谁呢? 虽说这是个禁忌类节目,但抛开名次胜负。 观众们更多关注的,还是歌手们演绎的歌曲,本身从歌坛大佬到小有名气的新人。 你又会为了谁来闻了啦啦。